如果大顧客真的跑了 这样有什么后悟之忧吗 我认为有两点我们要去思考的 第一点真的跑吗 一个大公司这么大的产线 要完全转移到别的国家 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个产线最后搬回到马来西亚 其实这些企业又能够赚到钱了 当然如果真的跑的话 这样子我们就要去关注一种新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去关注一种新闻 那就是SK Press能否接到新的订单 如果他没有新的订单进来的话呢 哇我们真的要跑到非常的迅速 因为很明显的可能SK Press 本身就没有那个食欲在那边 而只是依靠了Dyson 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公司合约 他才有一个这样子的体量在那边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 在里面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管理层的薪水啦 你会发现到呢 Gam King Hoan就是爸爸啦 Gam Po San就是儿子 这两个是公司的主要灵魂人物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哦 是这两个父子啦 一个人一年就拿了600万 总结到来呢 拿了1200万的薪水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薪水跟bonus都不少 所以在公司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的情况下呢 他们也应会为股东寻找到出路啦 如果没有的话还拿着这么高的薪水 的确是讲不过去的 我认为啦其实SK Press管理层拿薪水呢 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比例 以我自己看了这么多上市公司的一些数据 我认为只要按照公司的盈利水平 然后管理层的薪水在10%以内的profit margin呢 都算是比较合理的情况 当然这个东西并没有任何的数据考证 或者是一定的指标啦 只是以我自己看了这么多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就是薪水在10%以内 这样子其实股东啦 才不会发现到公司赚很多钱 可是管理层把钱都拿到完了 情况在里面的 OK当然我们除了看管理层的薪水 我们也要看老板的股份 如果你去看年报 你会发现到 老板跟他儿子加起来股份只有46.8%哦 连51%都没有 如果你持续去查一查 SK Press这间公司啦 所以根据201年的报导啦 这个Beyond Imagination Sendian Berhad 以及Renowned Million Sendian Berhad 再来这个Graceful Assessment Sendian Berhad呢 背后老板都是严是家族啦 也就讲这个Gum Kindhart跟Gum Pulsan的 亲戚啊朋友啊孩子啊孙子啊之类的 都是会有这些公司的股份 所以如果这些公司的股份完全加起来 其实严氏家族控制了SK Press 75.52%的股权 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啦 因为我认为管理层户有公司 这么多的股份 他会非常用心的去经营 所以如果管理层户的股份就有 20-30% 意思是他花更多时间 或者是主要的业务 主要的精神放在这间公司上的情况呢 我认为就会比较少一点 而如果真的管理层户有了75%这样子的股权 理应来讲他们会比我们更加紧张 也就是讲他们会更加的用心去经营这间企业 OK so我们来看一下SK Press的基本面数据啦 目前SK Press的市值只剩下12亿 而股息率方面是5.84% 这个东西是由去年完整财政年所公布出来的号码啦 so如果今年真的赚那么少钱的话呢 我相信股息率是没有那么高的 再来目前SK Press手上还会有2亿2千2百万的现金 然后债务方面都是6千3百万 so你减一下你会发现到SK Press目前还有1亿5千9百万的净现金 换上了到每一股大概是一毛钱 当然不会比Markney破坏这种企业多很多 那我认为至少它是一间净现金企业 这就非常足够了的 OK 我们来看投皇分析报告啦 其实可能他给的是一个霸毛霸能目标价 为什么会给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价 主要是他也有提到咯 由于客户削减库存水平啦 早知道哦 SK Press的2024财政年 上半年的季报呢 是过到非常不好的 而虽然讲啦 第二季度的收入环比是有增长21% 表明是有一些付出的征兆在里面 但是葛南娜还是认为未来的道路可能会齐虚不平 OK 再来呢 其实SK Press的业绩下滑也是不无道理啦 因为它是低于投皇的预期的 也就讲它赚的钱比投皇预期的少了非常的多 而再来 这句话我认为要非常的重要 是葛南娜也认为啦 2024反应学月下半年 还是会疲暖下去的 所以也就讲 在接下来2月跟5月所公布的季报 或许也不会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看到这种消息 你都会要非常小心一点啦 因为通常投皇会这样子讲呢 一定是有跟一些管理层有做一些briefing啊 以及了解过公司内部的情况 他才会告诉我们这句话 所以我认为它的参考价值还是有在的 OK 所以当然SK Press 虽然把它讲到好像很不好哦 不过我认为它还是有一些潜在的机会在里面的 所以第一点啦 股价来到周期股的地点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分析它的原因 让大家先认识一下这间企业 搞不好以后有机会进场 第二点就是SK Press的体量不是一般的小EMS企业 它的历史 它的经验 以及它所做过的产品呢 都是非常够利的 所以我认为啦 它在一个很长的情况下 是有很大概率可以回来的 第三点就是公司的现金充裕 我们前面提到了的 也就讲公司不会因为负债而拖款 再来是债场 其实SK Press啦 只是赚少钱啦 也没有到亏钱啦 那目前PE也是11倍左右 因此我认为啦 也并没有来到很贵 或者是很不合理的水平 当然它也有它的风险 那就是我怕它不是周期股落 如果它是一个衰退股的话呢 你现在进场 它的股价在涨一半 我认为可能性都还是有债的 再来就是市场供应链的复杂度 远超过我们的预估啦 虽然讲SK Press也是提到 中美贸易战可能会有利于它 不过我认为啦 这种东西很难讲的 Dyson这么大型的企业 在马来西亚在柔佛星山 扎根了这么久 说要搬产线就能搬走 so未来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我们都是非常难去预估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讲 SK Press这种代工企业类型呢 更像是一种周期股来的 ok 第三点是马来西亚人力成本的 逐步上扬啦 你也可以发现到 其实政府也很想做经济转型的部分 就是不希望马来西亚的很多工厂啊 或是一些企业啊 是依靠外劳去做一些低阶产品 so很明显的 在政策的扶持上呢 SK Press啊 VS啊这种企业是得不到便宜的 而在未来如果政府一直去调高最低薪金制 收紧外劳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些准证 其实SK Press跟VS都会过到不大的好 ok 还有就是整体产业的转型的影响力 我们前面就有提到 SK Press也是注意到有一个这样的风险在那边吧 慢慢的让公司有一些产线去做些非EMS相关的产品 我认为啦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 如果管理层控制不当 或许轻则是Profit Margin不漂亮咯 重则是可能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会亏到钱 ok 我的看法是呢 我个人对SK Press是具有一定的好感度的 主要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我有参与到投资它 然后我认为它的股息率以及它的一些背景来讲的话呢 让我投资了会非常的安心 所以以上的内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自我意识在里面 大家要着亮的观看 这来是属于赚幅不大但是又有风险的企业啦 这是我对SK Press一个比较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你要它赚很多钱呢 它不可能像一些科技股跟你翻一个三位数以上的股票 可是它却有一些风险可以导致到它的股价 它在一年内跌50多个% 因此有想要投资的朋友呢 必须要非常注意到这一点 它的处境很尴尬 既又不是股息股 但是又没有科技股的增长性 所以卡在半中心的阶段 我个人不大喜欢它透露消息太少的方面啦 这里主要是因为哦 这种代工企业有签保密协议嘛 所以如果你要去投资它 我认为啦 投资的金额也不会太大 因为真的有太多的资讯是我们了解不到 而内行人士 在SK Press里面工作人士呢 是能够了解到的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 我们的消息就比别人慢一步 so 如果很多钱放在这些股票里面呢 有一个风险 始终 卡在我的心里啦 ok 当然这也是个人的一个想法 我会长期去追踪它有没有接获到新的大定栏 我会长期去追踪 SK Press有没有接获到新的大定栏 至少啦 以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 financial year 2024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机会在里面的 而如果有的话呢 或许以现在的股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点位 而更多的情况 我们能关注两点啦 第一就是看一些投行报告 看投行报告也没有透露到 SK Press接到的一些大的订单 再来呢 我们可以关注 公司的营业额 也没有开始有一些上涨的征兆 如果有的话呢 我认为我们就要更加去注意到 这间企业的未来发展命络 首先 对于SK Press的简单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也可以用一杯咖啡钱交到大网的会员频道 而我们也会在来源的12月22号的晚上8点钟 跟大家举办一个线上的研讨会 主要就是总结 今年我们做到了什么机会 以及明年我们要讲一句布局 抽到一些对的领域以及对的股票 那这些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